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完全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彪白色万金油啦 阿嬷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不和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 妈咪,爱老虎哟 哎哟,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彪在手,全家神队哟 全台各大药局去城市康市每街有贩售 会属城自治第015702号 北市卫药广自治第113040234号 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预计注意事项 第一手的族心,最有艺术的奉扫 语言是一种艺术 买单公家,有艺术 嗨,大家好,我是来今仙 欢迎收听,报道有艺术 嗨,今天报道有艺术 好问的是李燕明导演 燕明导演呢,他还有一个新婚哦 他是那个麻豆的文旦,春金妈的好心 所以你这是算麻豆文旦的,你这是第二代? 我算他应该算第三代了 第三代 因为是对我阿公那一代就开始在做这些油 做这些麻豆文旦 后来这都是我妈的管理 来就是可能要换这个我去接手 我有看到那个妈妈介绍 我妈妈已经八十岁了吗? 今年八十三岁了 今年八十三岁了 他已经两年了,因为身体很好 就是每天都要去橫林,都要去国园里面 十三天 整两年了,自己又背在手上 去那班文旦,班尤瓦 背一个,我怕到一个 我就想说,拜托的 八十岁了,你不要再背了啦 大家都叫他,趕着来 今年,从今年开始 我只要我有第一家人 我看到班尤瓦的时候都不爱再给他背了 真的不行 因为那个叶瓦是一个导演嘛 那我就说,哦,你是导演 妈妈在满文旦,你又说姨瓦 那差别是什么,是怎样 我都觉得麻豆都会说文旦 但是我们也会常常说很多地方 也会说文旦,那区别在导演 我先介绍一个,我是一个纪录片导演 因为冰箱是要一些影片、公歌、纪录片 这油瓦,主要是我们妈的管理 那在我们麻豆啊 我在说台语的说也是说油瓦啦 其实有时候会说油瓦,有时候会说文旦 这有什么差别呢 油瓦其实是一个水格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说莱仔,香蕉,这就是油瓦 文旦,文旦是一个品牌 说真的,它是一个品牌 因为在麻豆开始製油瓦,差不多300人製 300人製,那时候开始製,就製了不错 那时候开始製的人,一个叫林旦 酸木林,林旦,製了不错 那时候麻豆的乡亲就大家说 我们要来赴一个名字 还有什么家庭军游台湾啊 进贡麻豆文旦有没有 这个神话故事,那真的是神话故事 但是那时候就製了不错 大家就说,我们赴一个名称 所以大家油瓦叫做文旦 所以我们在说文旦的时候 一定是说麻豆的文旦,麻豆文旦 你不能说,豆瓦的也叫文旦 不是,因为这是一个专属麻豆的品牌 所以这些家庭军游台湾 他刚才导演说那神话 材人说的,空气材人家 是 为什么油瓦会变文旦 其实是因为在麻豆有一个人 有这铃蛋说,实在是很热情 煎得很好吃 你看哦,大家都会热情 煎得人家去注册一个品牌 对,对,对 这也不一定是说 我麻豆人特别热情这个油瓦 也不是这样 其实是我好像叫他这个风水 叫他的土地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差不多三年前 那个魏德胜导演 他要拍一个电影 叫做丰盛之城有没有? 丰盛之城有的那些就是我麻豆的故事 麻豆射那时候西拉雅射的故事 那时候的麻豆叫做导锋内海 你去查导锋内海 就是,其实就是我麻豆的那边 为什么叫导锋内海 就是,通常那时候是一个湿地 整个麻豆那边是一个湿地 有靠海的港口 就是因为这个湿地它的沉积 所以它的土壤里面就有些不一样的微量元素 它就是曾文锡的沉积平原 所以它的土质就不一样 所以它种出来的作物 它种出来的油瓦 就特别不一样 所以麻豆文丹这个品牌 就在300人前就开始出现这个品牌 所以我常常说 比如我们文化部 常常说我们的文创产业 要有什么品牌的概念 要有什么行销的概念 有没有? 我麻豆最厉害 我麻豆300人前就开始做这个品牌的概念 你看,那是没菜 那当时没有智慧财产局 没有去给它定义 说这个我们的,我们怎么做的 我刚才就有说一个 不是说我们比人家多厉害 这个不是技术面是一部分 因为我一部分是在地 就是说它的土壤的肥料 它就是很厉害 可以做文担 要清楚这种文担 像我们就说我们不会50冬的 大家也都要吃老匠 要请问一匠文担的手 差不多几岁多大 开始可以採索 我常常要形容一句话 就说 柚子手文担手 教一个人的一生很生 文担手它不像一些草木 比如说 一些草木都可以 比如说阿里山的神木 几千年有没有? 柚子手没有 柚子手它的寿命就差不多七八十年 就教我们人同样 差不多七八十岁 全台湾喔 真正登记有岸的百岁人类 柚子手 三张 在我家旁边而已 三张 所以他教人同样 就是七八十岁的寿命而已 你看看我们人 你如果十年 十年那时候是不是个小孩 你那时候 你的生的果实有没有? 但是那个果实也不吃 十年去十年 这就是都很生人的时候 哦 所以你有看到有的油 头上很沾的那种 对对对 大一大一大 皮很厚的 那都十几年的油 皮都很厚 你外面 既你在楼边看到都这个 这个我们某人都不吃 因为我刚才说 这个不是吃的 这个就是拜拜 好 来 二十年 三十年 二十年 到四十年的这个人的壮年嘛 这个 这准的产量最多的时候 以我手上也同样 它的产量最多的时候 来过四十年后 它的产量越来越少 可是 它的果实 就会越来越细致 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幽闭 那时候 这就是真正的老丈 所以我们一般差不多说老丈 四十年 开始 其实是差不多三十年 三十年后 我们就说老丈 因为我们岛的油画 是对我们阿公那一代就开始做了 我们岛的油画 是都差不多五十几年 我们今天的好问是李彦敏导演 导演是一个纪录片的导演 他之前是谁 他也是纪录片的导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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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那因为真的妈妈也很多了 八十多年了 而且我看到那个装品 你妈妈真的厉害 她拿一只像在剎草 等一等 后面有排一些的那些摩托 她就在除草 对不对 对对对 而且还包到脸色 好厉害 你们感觉 没有用什么除草剂代替一下 没有 其实对于很过去 以前我媽的這不需要用農藥 也絕對不會用除草劑 不過柑橘類的作物 你說要完全做到自然農化是不可能的 因為它太多冰蔥海 我們常常說那叫胖子會硬 如果胖子硬到這顆就整顆暖了 所以過多少還是有一點點農藥 不過就盡量減量 除草劑的完全不用 除草劑完全不用就會怎樣 你一樓就發草了一樓就發草了 所以我媽的作息就是 她每天差不多四點五點起來 就去鄉林看 她自己 她近八十幾歲了 自己也是背著那個柴油引擎的出草劑 那怕草 每天去怕草 怕兩點這樣 就回去睡了 我看相片 而且她用那個怕草的不是很大的那種 好像還是比較小型的那種 是單人式的 我也想說 想要用除草劑啊 可以坐在上面啊 不過沒有那麼俐落啦 對 其實這個都是 政府是手工 都要手工啦 真的都要手工 我也常常想說 可以可以 因為現在都無人機了嘛 用無人機來噴油啦 還是怎樣 就是 都沒那麼流力 所以都要手工去顧 這樣大家都要手工去 要手工去 對 我有聽說 她在摩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想 很怕說 因為那細看那個 紋潭面墊 那綠綠的 你細看她一個好像有 好像有油這樣一顆一顆這樣 好像在摩托的時候 就注意那會扒掉 對對對 老丈的油 他皮沒細嫩啦 叫我們人一樣 那皮就油的啦 皮就油的 所以就是 我這間油會去 課宵 去課宵 比如說這道風胎有沒有 嗯嗯 風胎 會去風吹的垃圾 垃圾又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課宵 因為風吹的垃圾 你的課宵 課宵皮的 就有黑色嘛 就有三橫 這就不行 比如說 你去那半的時候 太出力 去用刷的 用刷的也不行 因為你用刷的 它上面 你的紙橫 會留在果皮上面 這也不行 所以你跟那兩手 慢慢的 油油這樣 打扮下去 嗯嗯 啊我們的斑油油的時候 我有一個專業的名字 叫做一堆手 什麼叫做一堆手 一堆手是兩個人 一個人在明斑 背上去的手上 在明斑 另外一個在的會比較接 嗯嗯 所以我說我媽媽 有時候自己的衝上去 去到明斑有沒有 嗯嗯 你就要一堆手就這樣 一個斑 用兩手這樣斑下來 啊 傳給會比較的人 啊 幽幽的 又放在這樣 嗯嗯 吼 所以這個對手 是在斑的時候 一個斑 剩一個果香在那裡 我才叫他 那不可能 那斑而已 你就不會吃一堆啦 哈哈哈哈 智慧虔誠不行 是 而且要做人家 而且我看那個斑 還會在接那個人 他不是有兩支手接 好像還用了一個斑 像一個斑 那是比較不會經驗的啦 喔 比較不會經驗 沒有經驗的 你就用一個斑斑去接 啊 不過我媽媽 訓練出來 大家都可以接 所以我都要請說 我沒有老孩子 大家都可以打棒球 大家都可以打棒球 都可以打 還可以接 他絕對不能漏接 哈哈哈哈 你如果漏接 你漏到頭腳 這次油就害怕了 喔 你那是最後一里錄嘛 你在採收了啊 怎麼可以讓人不忘記 是是是 你只看誰在接 你就用一個布柔子 還是說用手 你知道說要打到哪裡 沒有 導演你也要接嗎 對啦 我很小的就是 我從我有記憶以來 就是都在油仔球上面大一點的 每天做米場 玩遊戲 三個月都一直 都在油仔球上面 所以就 這個對我來說 都是變成基本的求生能力 哈哈哈哈 不過因為就要是走向紀錄片嘛 其實紀錄片的一種 無論是由他去取材 跟剪 跟剪 所以是一個比較 矛盾的工作 嗯 也稍微有像老藏的啦 你還撐很久啊 嗯 我覺得紀錄片 算是老藏的影片的 這種方式喔 你是怎麼變成紀錄片的導演 我其實一開始 我是學電腦的 嗯嗯 我台下的時候是學電腦的 啊因為 那時候有接受一些 社會運動 嗯 一些黨外的運動 那時候我們台灣社會 也風起雲湧嘛 啊 旁邊做總統有沒有 差不多那個改動那個時候 嗯 我那時候學到一些 比如說像 嗯 敬賢節 你們這就拍朋友 哈哈哈哈 哦 以前鼓勵這位朋友很多 啊是 有很多社會運動 就對這個社會 對我們台灣社會 嗯嗯 就發生 就是開始感到疑惑啦 嗯 比如說 我想說 因為我們 我小時候在農村長大的嘛 嗯嗯 我差不多在 國小國中的時候 我農村發生了一種 很奇怪的現象 很多男人 都開始酗酒 我上一輩 比如說我爸 我爺爺那一輩 很多男人都開始酗酒 因為失業 因為整個農業要轉型 哦 失業你就沒頭路 啊你要去工場 做工作 你要去找另外的工作 嗯嗯 啊這麼多 喝農藥自殺 哦 真的嗎 真的嗎 我過來國小同學爸爸的都發生這種情況 啊小時候你沒有這個感到嗎 而且大後你也開始去反思說 欸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嗯 才回頭去了解 我們台灣社會當時發生了什麼狀況 嗯 我剛剛是一個很重要的機緣 去促使我 後來慢慢走向越來越重視人文關懷的 了解人跟土地的關係是怎麼樣 我們台灣農業是怎麼樣 啊所以 那邊是人在拍紀錄片 嗯 所以我去買紀錄片 這次也是都叫人有關係 嗯 叫歷史 喔 叫土地有關係 嗯 我感覺這就是從小的一個教育啦 我耳濡目染這樣養成的這個風格 嗯嗯 好 其實為這個麻豆 這個土地 長出來的一個紀錄片的導演 開始發現說 奇怪這個社會的變化怎麼會 我身屋旁的人有很大的變化 往上夜走 結果農村就這樣被放下了 是 這段時間人要怎麼去適應 有人又帶下去 有人放棄 對 為這希望去觀察一切 來今天訪問的是李彥民導演 他就是這次的我們五十年的文端 齁 春今嘛 嗯 為那個阿公 也是李人 嘿 哇你這個苗子喝來喝 你看 哈哈哈哈 是不是就有時代氣息 喔 真的喔 跟我們剛才說的時代很受傷啊 我們阿公是李人 我們阿嬤叫做雙喜 嗯 喔 相喜 喔沒有 我們阿嬤叫成懶啦 嗯 啊 我們 阿嬤叫做春今嘛 嗯 春今 阿嬤他還有 他還有日本名 因為我媽差不多 差不多 光復前一年出生的 他還有日本名 嗯 所以他們同輩 姐妹啊 都叫他特幼啊 就是他一個日本名 嗯嗯 所以其實 我們吃的過節 他也是承代很多歷史的故事 是 所以今天那個燕民導演 因為 他家族 為阿公阿嬤 那是怎樣 這個地方 他的文端 是怎樣麻糟 他的文端 他會做文端 對 像法國有嗎 你如果離開香檳那個產區 你應該叫氣泡酒 你不可以叫香檳 滿rado 滿rado 對吧 這是一個平白嘛 這不是 阿你就叫有其他不要緊 啊 本來就這樣啊 所以這是一個 那倒進一個易度之池啦 哈哈哈 所以今天我們的文端 全是50年對不對 對 全50年 因為沒辦法每天開始大午後 還有很多後面的事情要去處理 所以我就要回南部整個月了 所以你老媽在嗎 你說後禮拜開始 其實這禮拜或這禮拜 我們開始大午 我們都要到三天了 要開始到晚 到拍牌 不過你再仔細回頭去看 你會覺得說 比如說我媽 身體很好 她活過那一代很堅強 身體很好 為什麼 因為她跟自然活在一起 她每天日出而做日落而起 不跟日落啦 日出而做 每天跟自然生活在一起 跟土地生活在一起 她的身體最擁心 其實我有時候想說 這個過幾年了 我沒拿來退休 我是不是可以接上這樣的生活 因為我沒可能說退休在這個都市裡面 沒有在一起做嘛 你退休後 她每天 每天去爬山 是不是 大家都要健身爬山 她的 我媽不用健身爬山 因為她的生活就是在自然 在土地連結在一起 他不用去外巡 他就當自己的家裡 而且他本來就是 我家族 我跟爸爸開始流下來的東西 我當然要好好照顧 照顧好學 對 對 這是五十年的麻豆文端 我們的訂購電話是 零八零零零五五一九零零 空白空空 五五一九空空 我們這次 我們一箱是一千三塊 兩箱還是特費兩千塊 一箱就是十斤 都有十二顆 是直接為春斤 燕敏導演 他們的家轉產地直送 費用沒有運費 另外有要大眾訂購的 零八零零五五一九零零 其實都是 都會見過 說實在都會見過 都放剛好十二顆 這個大小是差不多 我們覺得 六十文端最合適的一個大小 你看你不要連尊重 一張藝術生出來 剛好大家十二顆 差不多十幾年 你不要想說 剛好大家的藝術都這樣 不是喔 這其實是經過的 其實經過的 所以一張藝術 可能五六八粒的藝術 我們會打掉 太大了 太小了都不行 所以你會到消費者手上 其實可能剩下不到一半 不到一半 可以到消費者這樣 所以因為我們八月底 會陸續出貨 讓大家準備開始 尤其是麻豆文端 我們這開始以前 要到二十年前開始買的時候 我們科書很嚴重 我們還這麼壞 還要看過壞到這麼繳紋 打過一顆漂亮的 那時候大家的概念還是說 一顆綠綠的 八百 因為我們文端比較小顆 看起來不是那種很純粹 那種很大顆 聽眾人說 那個比較小顆 我說你把他放消費者 他會更小顆 大家可能比較會吃 就是麻豆文端 其他的油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比如說我剛才來樓賓 我也看到有些水果店 水果攤 還是大賣場 有開始擺廚的文端在賣了 每顆都很大顆 那時候我麻豆人看的都不會吃的 油仔都會吃那麼大顆的 那大顆的 那八百而已 那不可以吃 說比較小顆 我們的油仔都比較小顆 我跟麻豆文端有三個特點 叫其他的油仔沒有什麼一樣 第一 它是比較口感口感 它不會說完全是硬的 說實在我麻豆的油仔不會說完全是硬的 它的口感要有回味 回甘 它有一個滋味 它有一個 我一直說這是大人的味道 口感口感 阿來我們的油仔 就是麻豆 你如果真的吃到我們家的油仔 你就知道麻豆 我看有人為油仔 那是麻豆 有很大顆的 對啊 你像一個筋角這樣有沒有 那一小片指甲這樣 對啊 我想說這是幾年的油 我怎麼會 我怎麼會 筋角這麼大呢 因為我們家的都老藏 所以那些雞都油 一個小白點 你根本看不到那個紙的存在 我告訴我 我每次吃麻豆文端 我都覺得 有些不小心那些雞都會吞下去 是 因為它就是很小嘛 就黏在果肉面上 你美人很香的 你快吃快吃 那整個都吃下去 要來加柚米 第三個就是柚米 柚米 柚米就是它的果肉很細緻 它果肉很細緻 然後很滋潤很有水分 不會說 我都吃說其他產區的油仔 每次吃到就覺得炒炒 炒炒就是味很臭的 沒有味道 對 我有朋友有著 喜歡吃麻豆文端 他說 他這個好喜歡中秋節 因為我們文端就是會放 所以即使說 你過中秋之後 你再放一兩股的 他ok喔 而且你又吃起來 因為有大家很喜歡吃的水果 有大家就是 你很喜歡吃芒果 對你把它弄起來 不然它就是過去就過去了 但柚子文端 它的三位置很長 對 油仔就是 油仔就是要讓通風 所以大家收到油仔 一定要打開芒果 芒果是絕對會殺出來 不要說很在芒果裡面 你殺出來通風 這樣可以放這句話 可以放一兩股話都沒關係 有些一些老饕 真的老饕級的客人 他全面要吃這個 皮黏黏薄薄這樣 因為到後來它的燒水嘛 它的燒水後皮就越來越補越來越補 真的老饕就要吃這個 那吃起來的味道不一樣 就像熟成牛肉有沒有 什麼叫熟成牛肉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一樣的 不過我 我不能鼓勵大家 大家都一定要這樣做 因為我不能保證說 你真的放到兩股會不會壞去 有的會壞有的會壞 不過真的老饕級的 有的人就專門要吃這個 我真的不小心 因為我都買比較多 就慢慢吃 有時候我剛出去了 一兩禮拜沒吃 回來說 把它打開 嚇一跳 感覺那個味道更濃 因為它水分金沒有去就收到裡面 補去 補去補去 補去後其實是如何吃 好 所以我們說麻豆文彈 其實當然現在我們台灣很 玩很富裕 我們都吃到全世界的水果 不過讓我們可以很期待 這時候吃到我們吃台灣 這個季節的文彈 真的是很高興 不過剛才剛才說 你說差不多 你如果老丈 五六十歲之後 它就 產量越來越燥越來越燥 你說到一百歲 你說登記 到一百歲 就是文彈國寶 還會被登記 對對對 那真的沒有規定 那真的沒有規定 所以 藥是會死的 會過心的 會過心去 對 所以我們家有一些藥 我們是後來 就是為藥的手 在旁邊 是怎樣後來再種 不過同在 比較大的都是 我們阿公那時候就開始種了 然後就要慢慢這樣照 慢慢照 是 那文彈要怎麼照 要怎麼照 你說 你說 後來你媽媽就去怕燥 怕燥 阿就是 因為柑橘類的植物 就有很多病充害嘛 病充害的防治 威脅 可以用噴藥 不過我們藥也不需要噴那麼多 所以 威要用一些生物防治法 比如說 天牛有沒有 天牛那真的是天敵啊 你就會用一些 因為他們有的荷爾蒙啊 因為他們有的荷爾蒙 去吸引的天牛 還是用手去燃 你看 這麻煩的 這燎鋼 自己去處理 還去燃 還去燃一些 雇雍兵 要去蒸兵 叫天牛來 對 到免得去燃到 你就是 你 要靠農業就是 要花很多勞動力啦 說實在要有很多勞動力 這也是 我們台灣現在農業 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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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不足 這也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所以我們的果園是在 中溫西邊嗎 對 哦 所以就是像你剛才說的 說它有掛水的帶來那種養分 你的頭會比較肥 對對對 所以我們島的漁漁 我們島的漁漁漁主要有兩區 一區就是中文西邊 對中文西邊 另外一區是在加蘭大郡旁邊 加蘭大郡有沒有 我們報導的聽眾一定都有了解這個歷史 我們島在加蘭大郡旁邊 八田羽 八田羽的加蘭大郡 加蘭大郡旁 對對對 今天好問是李彥明杜燕 杜燕呢 後禮拜開始他的邪槓 等去協助我們文端 處理這些 到時候因為我們八月底 開始給大家送貨 大家有時候都會想說 我媽八十幾歲了 是我們在做 她的旁邊的島上 不是 我聽說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其實她開始主力是她的狗 我們現在可以到三天 我們就到三天 不過我也想說有法度可能慢慢要接 慢慢要接手了 對嗎 以前我也有很多人說 你們很認真做 你們爸爸都沒有看 我說沒有的 其實都會做 我們都沒有看 這絕對是一個階段 是 不過有時候老人家 他自己有一個很大的使命感 就是我們這樣說的 因為他跟他的土地作為 他都相對是很健康 是 他也有使命感 說這樣很好 對 是誰當旁邊也在傳承 所以 純金媽和豆映的麻豆問題 這次補助人補忙 他一生是十斤 差不多十幾粒 十幾粒 我媽有時候都會多撒一兩粒 因為好像說 不可以讓人不夠養 所以 不可以讓人不夠養 那現在一生是1300塊 兩生2000塊 所以怎麼想也是要買兩箱 那如果你要比較大量的這個單 那民動和我們的好康商城 寶島好康商城 還是和我們的電位 空白空空 五五一九空空 0800551900 今天謝謝葉敏導演 接受後面 謝謝金賢姐 謝謝各位聽眾朋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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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